因為我還有在上班 所以這個作物你一點點就要採 根本不能吃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草為什麼會一直長? 我認為草在自然界裡面 它除了保護土壤的功用之外 它就是供給這些草食性的動物的一個食物 所以它的功用其實是一個先驅性的植物的循環 翁好山說 雜草是太陽給的禮物 它是有機制製造者 對於田地有保溫保濕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功效 一般的人他為什麼會這麼討厭草 是因為草會跟你的作物去搶這個養分 所以你現在發現說 像這邊有長毛草的區域 跟那邊有除過草的區域 你會發現它的果實 會明顯比較大顆 植物方面 它們其實唯一在搶的養分是養貨 可是說你把草除完了它就不會打擊 其實你用除草機 它還是會長草 因為草的種子它可以隨風 隨著一些鳥類 會飛來飛去 那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 你要去善用它 跟其他植物做工程 雜草還是有它的好處 其實萬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就像我們人體的每個習慣 其實它都有它自己的功用 像這些雜草也是有它自然界的功用 那區的草是那個錢壁草 然後那區的草是所謂的地毯草 但是這些都不是我刻意去營造出來 而是植物它自己會找到它適合生長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們雖然沒有腳 但是它們會住在它們覺得適合的地方 像這個銅錢草 因為這地方比較陰暗 然後這都是下雨過後水流過的地方 所以它就適合銅錢草的生活 那這邊陽光面比較多 它就適合這個地毯草的生長 所以植物它自己就會想辦法 在它適合的地方生存 這就是大自然很奇妙的地方 夏天因為溫度高 然後又會降雨 那雨水裡面含有淡樹 所以這些草一定都會長得非常高 長出來的草 切下來做有機質 然後再撒上田青的種子 然後再讓它的根 下去把這個土壤下面鬆 就是把表層的營養帶下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不間斷種植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段時間就是靠田青 靠這些草 來讓它算是養護 那你冬天的時候就不需要肥料 因為這些都已經爛光了 然後那個田青又把營養帶下去 所以下面就會形成很多植物的根的孔洞 下一個作物下去它就會順著孔洞去找營養下去 所以這就不需要肥料 所以夏天基本上在南部是在養土 所以一定有這些東西來保護 不要被雨水沖刷掉 然後再種植一些夏天的東西 就田青是最好的 然後讓這個營養不斷的循環在裡面 就不需要肥料 自然它沒有所謂的對跟錯 只有循環 所以你只要抓住這個循環 你所看到的任何你不喜歡的草 其實它都是保護 那只是一個立場的觀念轉換 歐豪山說 如果知道雜草能為土壤帶來很大的利益 那麼農夫還要拼命除草嗎 如果有看過進集劇的最後一集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人類破壞了資產之後 自然還是有能力讓它回復到 像森林那樣的狀態 所以草是成就森林的必要過程 在深淵被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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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啟祝他 也要靠地 你也要靠地 在深淵被判斷的 他在深淵被判斷的 後來也要靠地 是有能力讓它 有能力讓它 是人類破壞